青春美少女居景一不仅人美隔田 世俗影视圈也能够独跳大梁 6月14日居景一现身自家公司年度剧目发布会上 宣布将携手新生代偶像小生张志涵 合作古装青春励志超级网剧《云西传》 具夕在戏中居景一一改往日甜蜜形象 饰演一位敢爱敢恨的好手女 对于饰演这样一个女强人形象 居景一也是直呼很过瘾 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女强人 我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她像一个女强人 所以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女强人 所以我能够演的这个角色 其实自己心里还挺开心的 对于即将与小美女居景一合作 张志涵可是现场自爆 早就注意到我们可爱的小菊了 其实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是拍这个海报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次见面她不知道 是我在电视机前面 看她的那个晚会 这样在东方卫视吧 我看她在唱歌 我想唱歌挺不错的 别看张志涵性格如此外向 不过在戏里 她的角色可是冷酷帅气又不爱说话 出演遮掩的反差萌 张志涵是如何把握的呢 这次我饰演的龙飞夜就是 跟我本人我觉得还差挺多的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比较爱运动 然后积极阳光一点的时候 然后龙飞夜这个角色 她比较冷俊一些 然后呢全某有点腹黑 就想得很多 所以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是跟我演过这么多角色以来 有最不像的一个 然后如果把一个冷俊的角色 和全某有智慧的男人演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何在一个冷俊的外表下 冰冷的外表下 展现出她的智慧与琼梦 还有对女主角的爱